你想到反吗 你要斩他 先斩我 张飞一个压把撂枪甩开男人 紧接着罩着男人一扎尖头二扎走 三扎前胸四扎膝 最后一招刺咽喉 然而即便张飞使出了看家本领 可他依旧没能在男人手中讨着便宜 看着男人紧用枪杆子就化解了自己个的攻势 张飞顿死就气急眼了 而这个惹得张飞怒气腾腾的男人正是长山赵子龙 一个月之前赵云赤胆中心投到刘备军中建功立业 但那这时寂寂无名又是初来乍到 于是他便被安排到后勤做鼓励 直到这天曹操命一万大军突袭他们蜀军的营地 然而蜀军早就已经挥石北伐 整个蜀军营地只剩不到一千卫兵 就在卫兵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赵云奉诸葛亮之命与大哥罗平安一起 仅仅带了四百九十人夜袭敌军营地 他们借着暴雨的掩护 直接杀了个对方措手不及 罗平安原本想借一己之力砍下敌军将领的首级 谁知敌军将领居然打得罗平安节节败退 眼看着罗平安被人灌到了地上 赵云紧忙使出泰山压顶前来助阵 他的压迫式打法逼得对方不得不转弓为首 虽然敌军将领的身手凶狠暴力 但赵云的招式更横 一招白色的吐信直接戳穿了对方打胸坎了 而赵云为了打谢罗平安的知语之恩 主动让出了斩获敌军将领首级的机会 罗平安借此机会成功加官进决 然而赵云他们夜袭却气得曹操盛怒 他亲自挂帅出征反击 是要踹翻刘备的老巢 刘备为了保存实力 不得不带着百姓退守凤鸣山 这时罗平安被刘备为以纵人 让他护送少祖阿斗级家眷先行一步 但曹操生性诡计多端 直接派人把罗平安他们堵了个板板增增 罗平安赶忙突出从围回来报信 看到罗平安进入大殿 张飞率先发问 张飞一听 直接抄起自己个的杖扒蛇毛 静止就朝着罗平安劈砍过去 谁知却被赵云给当众拦了下来 张飞一看 叮了光了和赵云缠斗在一起 俩人谁也不让谁 严重的张飞在赵云手里讨不到便宜 关羽拎起青龙眼月刀加入了战局 赵云以一敌二 愣是跟蜀中两名大将打了个势均力敌 伸手甚至比俩人还略胜一筹 见此情况 刘备猛然意识到 赵云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于是他赶忙亲自拦下三人 并将过错归咎到自己没有安排妥当 赵云见状主动表示 愿为罗平安戴罪立功 我愿代替罗平安救回少主 赐我战甲 与这小兄弟 此话一出 关张二人立即协助赵云杀进曹操的营地 赵云更是凭借一举之力 打出了恶斗此生最高光的时刻 他在曹操的万军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刘山只负责嗷嗷大哭 他赵蜀负责乱杀 俩人合体 就是嗷嗷乱洒 来将可留姓名 常山赵子龙 赵子龙 终有一天 会抓到你 看谁的命伤 就在一注香之前 赵云领命前去营救少主厄斗 关张两员大将亲自为他血战开路 吸引敌军的主力 赵云则趁机绕到战场后方 寻找厄斗一行人的踪迹 然而等他们找到刘善的马车 却发现刘备的媳妇已经被人弄死 赵云赶忙去翻看马车上的墙宝 谁知里面居然是空的 啥也没有 就在他以为恶斗凶多吉少的时候 马车外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赵云立刻寻着声音找去 发现正是少主刘善 于是他立刻扭出一股麻绳 把刘善牢牢的捆在他背后 殊不知一千米外的战场上 曹操亲帅十万大军压惊 是要扫荡刘备的老巢 等到赵云带着刘善远路返回之后 发现关章二人已经撤退 而他此时被曹操大军围 那个板板睁睁严严实实 赵云当即使出了他的独门绝技 七探蛇盘枪 手中的银枪在他手里 不停地快速扎打之下 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隐 敌军根本攻不进去 赵云的枪术始终是虚实多变 暗藏玄机 一招之下藏着另一杀招 曹操见赵云 仅自己一人就杀出了一条血路 便想要把他招入麾下 然而即便曹操的大军人多势众 但赵云的龙胆亮银枪却始终杀气腾腾 让他们不得近身 曹操当即便动了杀心 既然无法招枪 那就杀了吧 说罢 他被派出了战车出阵 赵云一看 一个撑杆越深踹飞车上的敌军 他意识到车轮战只会他们消耗自己战力 擒贼必须先擒王 于是他立刻翻身上马 直逼曹操面门 曹操三个人都懵逼了 赶忙挥剑阁挡 却被赵云抢走了佩剑 这对曹操这个裕军之帅来说 是极大的侮辱 发现敌军的破绽之后 赵云不再恋战 瞅准时机 当即掉头撤离 一人一袭 照着悬崖的另一侧就是纵身一跃 听到刘善在背后跟他嗷嗷直哭 赵云立马意识到少主还活着 他当场仰天长笑 嘲笑曹操 赵云经此一战 天下闻名 从此他被凭借着从屋败地赫赫赫战功 被刘备封为了虎卫将军 统领全军出司被罚 这是赵云生平的最后一战 却没想到居然是他这一生 最惨的一战 随着关羽张飞黄中马超相继离世 五虎上将仅姓赵子龙一人 年近花甲的诸葛亮被刘备脱姑 命其务必辅佐刘善挥师北伐 兴服汗室 但刘善此时只想跟宫女嘎嘎享乐 诸葛亮没遭啊 只能让赵云临危受命 率军挥师北伐 临边之际 诸葛亮交给赵子龙两个锦囊 叮嘱他务必要按照约定的时机再打开 随后赵子龙钦率大军挥师北上 咱们走到一个岔道口 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叮嘱 打开了第一个锦囊 得知诸葛亮让他们在此地与关星张包兵分两路 越过曹军的包围之后 再合力继续挥师北伐 赵云不宜有他 当即命二人按令行事 而他自己个儿子带领着 仅剩的三万军队继续原路北上 此次刚走到半道 跟曹操的大将韩德不期而遇 韩德虽有十万大军 他深知赵云手底下精兵将强 因此韩德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先后派出的四个儿子上前叫阵 赵云一马当先 以一挑四 仅仅用十招就当场 打掉了韩德的四元大将 看着赵云的威力依旧不减当年 韩德顿时都惊嘚了 只能带着军队仓皇而去 看到韩德如此不堪重用 豪潮的孙女曹英 竟率领着十万大军突袭赵云 赵云当场下令布阵防守 同时派出探子查看情报 得知曹英命大军三面报仇 赵云当机立断 退守凤鸣山长板坡 趁机保存大军的实力 就在曹英大军压境的危机关头 赵云拿出了诸葛亮的第二个锦囊 看到锦囊的书信 直到这时赵云才明白 诸葛亮是让他充当诱饵 来吸引曹军的大批主力 关兴张包二人则趁机北伐 然而诸葛亮咱们没想到 赵云的老大哥罗平安出卖了他们 罗平安偷偷把蜀军的机密 泄露给曹军 导致关兴张包全军覆没 二十年的北伐大业就此折戟沉沙 赵云得资真相后 只能拼尽全力 命手下四员大将挽救战局 我赵子龙 生不能带你们做胜利之臣 死也不会让你们做他乡之鬼 四将听令 为国家光荣而战 老将随后而来 四员大将临行前 向赵云点头告别 赵云眼含热泪 看着他们毅然决然地冲向了战场 大将们最终与曹军同归于尽 随着蜀军将士的相机殒命 到最后仅剩罗平安和复生的赵云 而赵云宁愿战死也不投降 罗平安直到此刻才终于后悔 自己酿成了大错 但是却已为时已晚 只能眼睁热地看着赵云 单人轻奇 冲向了敌军之中 冲向了敌军之中